蛤 為了三個字噴十萬 這是線耀文吧 噴十萬 蛤 都沒有 妳是不是網路留言罵人 不是 不是 那個三個字 被提告 被提告 三字心 就是那個我剛入行的時候 就是要走演藝圈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就是很迷信 就是算命這一類的 她就說 妳要就是出國選美 就是要入演藝圈 一定要取一個很棒的藝名 她就帶我去看了一個姓名學的老師 那時候好像蠻有名的 然後她就幫我算 然後她就說要五萬塊 才幫我算一個名字 五萬塊不算貴 好像差不多 我當時覺得很貴 因為我年紀小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還好 然後就花了 然後結果算完以後 她跟我說 妳的藝名最好叫做李彤彤 就是那個水字旁的桶這樣 蠻普遍的 對 蠻普遍 我就想說怎麼這麼普通 我自己不是很喜歡 而且我想說我長得這麼高 然後就是 不是那種可愛 很可愛的感覺 不是可愛路線的 我172號 我是童童 然後覺得很不搭 然後所以後來 我是我公司的經紀人 她又帶我去 另外一個算命老師 想說再算一個看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對 然後她又花了五萬塊 就想說差不多等級的 後來大家知道我的本名以後 就說我本名叫李蜜這樣子 大家都說你本名比較好聽 而且又好記 就兩個字也比較好記 然後就這樣被大家說服了 所以後來就被我又改 白花了 天啊 對 然後就白花了這十萬塊 不過在演藝圈改名字 是蠻普遍的一件事情 你們有算過名字的嗎 有 我有 大家都有嘛 都算過 妳的那一間是在二樓嗎 好像是 有起來是哪一間 因為這個老師很有名 因為他還幫圈內很多算過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取名字 就是你自己要對那個名字有感應 然後你自己喜歡 它才能夠帶給你正向的能量 像我的名字也是改過的 但是我就是也不是 我之前也有請老師取 但是他們就取那種奇奇怪怪的 老師都好想用那種很奇怪的字 他說你要黏 然後什麼才有福氣 才那個 你輸稿要咬肉 那是正月圈 我那一圈子我還混嗎 這誰又叫正月圈啊 然後就沒有用啊 對 然後後來就是 那時候經紀公司的老闆 他會一點姓名學 他就取了幾個名字 然後讓我自己去看 然後我一看我就 喔 特別喜歡曾婉婷這樣子 但是我也就是不敢自己決定嘛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剛好去泰國旅遊的時候 我就拜了白龍王 然後就請他幫我選 然後剛好他一挑 也是曾婉婷 就是你自己有感覺 哎呀 現在穿得來不跳啦 真的啊 準啊 取最名字了 取最名字 不取什麼統統什麼的 後來我就這樣 也不相信姓名學這個東西 沒有 是你走的老師不好 對啊 我就不敢再找老師啊 因為這是兩個老師 我都覺得不好 所以後來我五個小孩的名字 都我自己取 對 就想說反正如果他們之後不喜歡 再改嘛 就是乾脆自己取也算了 所以安吉說得滿對的 就是跟宇宙溝通 然後吸引正向能量 自己有感覺 自己有感覺 自己要很喜歡 好 還有什麼 迦南磁鐵就是我 哎呀 這是誰的故事 對 這個又捧我了 捧頭 捧頭時期的 捧頭是什麼嗎 就是那個名字害的 因為那時候我 就是在結婚前啊 就是交了很多很多男朋友 大概十幾個吧 然後 每一個都是渣男 就是不是劈腿啊 就是莫名其妙的理由 跟我分手 反指標耶 你喜歡的就是 對 反正就是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男朋友啊 他就是很瞎 他就說 你衣服為什麼亂丟在沙發上 我要跟你分手 蛤 就這樣 這個真的不是你的問題 就這樣 如果說分手了 然後那時候每天哭 然後就跟 最好的朋友想說怎麼辦 因為我想要挽回這段感情 可是我已經用盡各種方法 就是跟前男友說 我去請用人 我以後再也不會亂丟衣服了 這樣子 他都不願意 然後我最好的朋友就跟我說 不然我介紹你一個 蠻厲害的老師好 然後我就去了 做法一次要花大概 五萬到十萬不等 就是看你要做什麼方式 你家境很好 這個 老闆要不要專職 這個有點貴 動不動就很貴 十萬開了耶 對不對 對 可是因為那時候 也想不到別的方法 然後就想說試試看 畢竟是好朋友介紹的 對 然後他就是很道教那種 他會就是畫符 然後燒給我 就是要喝符水 很多很多方法 就是回去要照著做 你都有照做 對啊 我就是當然都照做 錢都花得不錯的話 不就白花 那有效果 對啊 可是後來就是也沒有效 而且我就是一個禮拜 大概去做個一次 然後 做了大概快一年 數學好了 算一下要多少錢 天啊 你花這麼多錢在 這件事 你不會回去雜攤喔 你沒有跟老師說 讓路薄薄啊 那老師就說 因為老師就說 那我們換一個法陣 就換一個奏 然後就再騙一次這樣 你求的是姻緣 還是你求她回來 各種都有 就是有我自己的好桃花 然後也有斬斷她的桃花 就斬斷前男友的桃花 你以後就上上節目 直接叫凱哥教你 剛講到姓名學 但是我發現 其實姓名學它也是有它的依據 你的名字剛好只有兩個字 對啊 其實兩個字的人 尤其是女生 在感情裡面 要有一個好的結果 是不容易的 除非遇到天時地利能和 就是 老師 我的本名原本是單字 單一個字 單字就是 女強人的命格 可是我已經改名改這麼久了 怎麼還那麼好喝啊 其實名字在什麼時候改最好 我有改過名字 我是在國中的時候改 這麼小喔 對 其實年紀越小 改名的效果會越大 可是如果到差不多40以上的話 改名的效率 其實你會發現是比例 對 所以就可以從其他方向去著手 你那個40以上是針對我 沒有 沒有 什麼意思啊 不是啊 我說一個 還是一個 一個 一個比例子的話 說40歲以上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建議改名了 對 就可以從其他的地方去著手 其實只要斬桃花千萬都不要做 為什麼 真的 尤其你如果覺得你的爛桃花超多 然後可能有人跟你說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去斬桃花 因為桃花它沒有辦法分好跟壞的 對 因為它只要一斬 全部斬光光 對 是全部喔 是不是有人亂幫我斬桃花 對 就是不能亂斬 對 那如果要招桃花 其實像我覺得最簡單的 就是在自己家裡面的桃花味 來做布局我覺得是最棒的 就是可能用一些 就是花朵 然後新鮮的 然後不能玫瑰帶刺 如果要玫瑰要拔刺 然後放在你的桃花味 其實對於桃花孕 我覺得要幫助是最快的 買桃花樹嗎 不是桃花樹 就花朵就可以了 只要是花類的都可以 你其實在家裡面可以放一些花 但是不能太多 多還沒關係喔 絕對不能放一種東西 就是石標的樹 像很多的人會喜歡那個乾燥花 對 或者是標本花 現在很紅啊 對 超紅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你放了很多的花 或是有放 其實你會發現喔 第一個是桃花嘛 就是找不到對的人 跟好的人緣 那再來就是虛情假的 就你會發現 真的接近你的男生 或另外一半 都是有目的的 我回去就馬上 把福樂的乾燥花 全部都扔掉 扔掉 我們家每一個浴室 都有擺乾燥花 對 還有樂高冰出來的花 那應該不算啦 那裝飾 對 那個沒關係 對 還有樂高冰 對 我也會把 一會兒包穿 對 denied 就是恰